感谢天师的 我们第三首圣歌 已经在班旗里面唱颂过无数次 其实在唱这首圣歌的时候 除了歌词会让我们发人深思 在这首曲调里面 有那么一个字幕 应该是我们大家要特别去注意的 那就是没有真修行 你永远都是道场的一个过客 过而不留 那修行与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们花费了那么多的时间 用了那么多的精力 也无非就是希望在自己这一生 我们选择走向修行这条路 而自己真的透过自我的一个努力 我们有一个具体的成效 但是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你第一个你要破的是在各部经典里面 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那就是要先去除自己的什么 一个所谓的我执心 把那个我执给它去化掉 我执在我们生活当中 PF page 19 19 我一共才47个 下面OK 我们如果没有把这个我执去掉 在日常生活里面 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主观意识 左右了我们的看法 一些好事情都会被我们给什么 给破坏掉 甚且因为自己的坚固执着 会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的一个紧绷 所以我们走到道场的时候 你第一个学的就是放下自己的我执 在42章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说 没有证悟到阿罗汉的境界之前 甚物性如意 不要坚决的坚固的认为自己的想法 是完全可靠的 为什么 因为再没有证到阿罗汉之前 都还有一个私我心的一个存在 所以我们想的 我们所做的 未必是能够符合上天的期待 或许早期在学到 看到这个所谓的去化我执的情形的时候 我就不断的问我自己 透过我自己的一个回光反照 要怎么样能够让 个人的一个我执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 让他能够消磨殆尽 我后来就归纳出了 一个我自己的心得 那就是不要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要去做别人希望你做的事情 我们在家庭里面 我们在道场里面 不要只告诉我自己 我想去做什么 而要去问 别人需要我做什么 一个家庭里面有其他的组成分子 在道场里面 道场有这么多的一些 繁杂的事物需要我们承担 不要把自己的意思放进去 那么我们的一切作为 就能够合乎天心 合乎天心就能够符合人意 我前两天在南部 然后跟一些的同修道伴在聊天 我就跟他们传达这么一个意思 你想做的事情 即便是好事情 但那仅仅止于你想做 于他人而言 它未必是一个正确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常常叮咛自己 这件事情是我想做 还是我该做 是我该做的责务旁单 我要一力承担起来 毫不退却 如果只是我想做的 你要问一问 别人需要吗 还是出于我自己本身 只是考虑了我自己的得失的 一个想法 我才有这样的行为 所以前仙们好好去思维一下 什么叫做想做 什么叫做该做 一字之差 天渊之别 在我们上课之前 跟各位前贤分享一个小故事 唐朝有位道宣律师 道宣律师 他的戒律相当的严谨 当然 过去的这些的高僧大德 一定都通晓经律论三藏 道宣律师的来历 本来就不凡 他从小就勤学 好古人的道德学问 到17岁的时候 他就发心出家 17岁哦 他就想要走入的空门里面 去走修行的这一条路 那他一路上秉持着 他在家时的那种精神 所以没有多久的时间 他的道德学问 就有巨幅的一个增长 那过去的修行人 他也要到各处去游历的 那有一次 道宣律师 走到了五台山这个地方 他就看到了五台山外面的风景 哎呀 这个所谓的大树林立 对不对 然后山光水色 道宣律师呢 就在一个空门的时间 他就在五台山的某一个地方 他就开始打坐 就入定了 入定之后呢 那就有一位天人 就来到他的旁边陪伴他 后来道宣律师出定之后 他就问这位天人 他说啊 经书上都在讲 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 一个圣贤在这个地方住西 那这个地方应该要与众不同啊 可是我看起来也没有多大的差异 也无非就是高山巨岭啊 然后所谓的树木的苍翠 也看不出有什么的 不同的那种先锋道气的味道在里面 他就问这个天童 为什么会这样子 这个天童就跟这个道宣律师就说 他说我本来是奉天地 天地有没有要来这边来巡查 来五台山来巡查 刚好看到您在这个地方 您也是一个大德者 所以我刻意在您的旁边为你来护法 那刚刚你问的这个问题 我就这样告诉你好了 在人世间同一件事情 同一个道理 如果有三个人去看 三个人去听 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切入 那么他得到的答案是不一样的 各位前言之应该我们是非常有一个 切身的体会嘛 有的时候我们悟的东西 跟别人悟的不一样 到底哪一个比较符合身的意思 那都有靠我们自己要去仔细琢磨的 他说每一个人的看法是不同 那是因为每一个人他累世的夜报不一样 所以他的眼睛往外去看的时候 他得到的讯息就不一样 岂止是眼睛不一样 我们过去生基修所带的夜报 是善夜多或者恶夜多 他就让我们这一生 我们的六根在往外去发散的时候 你接收到的讯息都不一样 你看有一些人喜欢听是非 有一些人喜欢说是非 有一些人喜欢看花花世界的点点滴滴 但是有一些人他不乐好此道 所以所谓的六根也无非就是 你累世一个道德修养 最后在这一生所展现的一个成效而已 所以他就讲这个道宣律师 他说你看这个五台山的道场 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你看到的是高山距离 那我看到的不一样 我看到的到处都是金光闪闪 那种亭台楼阁 是圣人在住西 还有很多的先佛菩萨 也来此互卫的 他就跟这个道宣律师 就表达了这个意思 那他没有说出来的呢 就要道宣律师 他自己本身要去做一个体会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 我们外面的一个环境 我们看到太阳出来 哎呀太阳好大 是不是 那这样的一个天气出门不太方便 或者我们看天雨 某某某哎呀下雨天路滑出门也不太方便 有太阳没太阳有雨没雨 每一个人在接收这些讯息的时候 当下从你心里面所散发出来 萌生出来的那个念头 各位前显 你要仔细去思维 他就攸关我们的智慧有没有打开 我们的智慧打开 六根接触的一切的境界风 他都是一个增上缘 因为透过我们的智慧的一个提升 让我们看外面的东西的时候 你带来的都是一个正面的回响 它都是有助于我们心性的进化 如果我们在接触这个花花世界 六根放出去的时候 你反接回来的讯息 都会带给我们无名 带给我们烦恼 带给我们货业 那前显们就要去叮咛自己 那表示我们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要去做一个努力的 我们一般的人在学道的过程 在读经典的时候 面对在经典里面 屡次提及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境界 往往有一些人他会有一个疑惑心 其实这个疑惑心就是来自于 我们对道的一个信心不够坚定 我们用一个人心再去分别 你用人心分别 你就看不见 世界上宇宙万有的一个实相 我们看不到事情的一个真相 我们就被这个事情有妙 就给牵引住 然后心就往外去奔窜 心不能够止于一 不能够止于他当指的地方 那我们的思维就会乱 我们的思维乱 本有的妙智慧不能开显 你看待任何东西 它就会变成一个负面的加成效果 会让我们雪上加霜 会让我们在迷惑当中 又多加了一成的疑惑 所以学到要离开我之 离开我之就没有分别心 你看待事情 他的正确答案就当下能够油然生出了 我们进入到了八大人觉经的第二条 第二觉知叫做多欲为苦 人的欲望是无穷的 从小到大到老 甚至有人为自己百年生后大事 他都有他的一个坚固执着 我还记得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在活着的时候 年纪大了 就常常叮咛我们这一对儿女 将来一定要把我土葬哦 不可以把我火葬 然后我一定要用西洋的棺材哦 为什么因为西洋的棺材上面 有那个铁片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制造 他有一层铁在那边 那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坚固执着 他源自于早期后学的祖父 埋在现在的辛亥宾馆那边 是把那些的坟墓迁移 才有第二宾馆的 那父亲曾经在家里面 三番两次的跟我们讲 说他的头被东西给压着 他不舒服 看医生又得不到具体的答案 他就要求我们 一定要到爷爷的坟上去看 是不是坟墓那边 有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父亲有这么样一个想法 以前的祖父跟祖母 他是合葬在一起的 也是土葬 那个时候还没有迁移到 现在的杨云山 那我们熬不过自己父亲的 一个所谓的催促 就真的上山去看了 一看哇 原来前一阵子 一个大风雨 有没有 把那个上层的 那个坟墓的土方给 给冲击下来 很大的一块 大的那个石头 就压在了 祖父的棺木的 头部的那个方位 你看这个东西 也不能够说不灵 所以他有这么一个经验之后 有没有 我们回来跟他讲 当然要开始垒墙 上面的被冲刷下来 土葬的地方 不像现在一个平地 以前是一层一层 然后这边如果塌下 就整个盖到下面这一层 所以父亲有这样一个 惨痛的经验以后 他就交代我们 他将来一定 棺木上面 要有什么 要有那个铁片的 这个所谓的防护措施 才不要压到他自己 然后绝对不可以什么 不可以火葬 因为火葬很痛苦 你看有一些人的 坚固执着 连百年之后的事情 都要照他的意思去处理 如果你不照他的意思 死者为大 前仙们如果我们的看法 跟即将往生人看法不一样 我建议你听从 那个即将往生的人看法 为什么 因为那是他的事情 你不要有太多自己的想法 如果你用你自己的想法 一意去更动的时候 你的修为不到 你还真的会惹祸上身的 因为死人物 他就比较执着 其实执着不是死人才有 是活着的时候 他就放不下 到死的时候有没有 他那个执着只会加深而已 所以我们在人世间的 这么多的欲望从哪里来 千篇一律的道理都告诉我们 对于这个色身 对这个色身有贪爱之心 所以才会有无穷的欲望 我要吃的好 穿的好 用的好 住的好 我要去我喜欢的国度 去什么 去游山玩水 有人要欧洲 有人要亚洲 也要热带风光 要有北地风光 你看我们为了满足这个色身肉体 外面的所有的一切剂 它本来没有任何的意义 就因为我们的执着 我们把它赋予一个什么 赋予一个不变的名相在上面 然后回过头来 那个静又牵我们的心 让这颗心始终就不得安宁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讲 他要生死疲劳 从贪欲起 这就是告诉我们 当我们对于人世间 有过多的贪欲的时候 他就是造成我们六道轮回 廉迟不绝 最大的一个原动力 所以要跳出六道轮回 要解决生死的问题 一定要在有生之年 你要逐次去看破 不要有太多自己的那种想法 我们的想法往往就是 我们看不破放不下的 一个真结之所在 一开始后学就讲 你要破贱祸 贱祸就是告诉你万法皆空 四大是一个假核肢体 透过这个假核肢体 里面又带着一个被无名染污的心念 那个念念所起 都为这个假核肢体在打算 你想他会有什么政治界呢 所以我们自己我执 如果破的不够深 我们出来的见解 他都不可靠 他都是你自己的一个想法 自以为是啊 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一生 各位前显 年纪越大的越有感触 但是也未必表示 年纪轻的他就没有想法 两代之间互动的一个困难 他往往就是年轻的一代 不了解长辈者那种爱的包装的方式 而长辈者之所以用这样的爱的模式去包装他的爱 也无非就是过去他的父母是这样引导他 他又惯性的把这一套的模式又放下去了 我也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 将来有一天下一代有了孩子以后 他也会如法炮制 因为从脊生而出的血脉 关脊心则乱满 他的要求就会过度了 那客观的人就会说 你不需要过度紧张 那是因为不是由你身上掉落的一块肉 我们看了就比较轻松自在 但是当我们越执着的时候 你会发觉现象界的一切 会因为我们的一个执着 反而越来越朝向 负面的那个方向在迈进 为什么 因为双方在对立了 所以我们不要求对方的一个转变 你修道不论对应任何人事物 你永远切记 该要去转变的是我们自己 你不要想去调整外面的环境 那你就用错功夫了 修道是告诉我们自己 山不转路转 路不转我转 我转一个身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不肯转 我就直直的朝山壁撞过去 那最后痛苦流血 伤心落泪的 不还是自己吗 所以如何让我们在学的过程里面 慢慢的在调整当中 我们提升了 那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所以第一条是告诉我们 多文为路道之本 透过多文 让我们破自己的邪见 然后增长我们的政治见 那到了第二条以后 他就是来破我们的私货 我明白道理了 我要把道理在现实生活里面 把他实现于外 私货就是我们的贪嗔之脉 与我修道人而言 你贪求神通 你贪求流民 他都是一个贪子 所以往往我们修行 他会出笔坑 入此坑 就是我抛开了人世间的 那种贪求之心 但是我掉入到道场里面的 道名道权跟道立了 我希望在道场扬名立万 留一个名声 让人家去追思 我希望拥有一个权利 我这边能够发号司令 让道场在我的运作之下 能够道物欣欣向荣 每一个想法 看似都没有错 好像都是为了道场在好 但是只要出于你自己的意思 各位前嫌 他就不好 他就是一个毒药 所以别人调不调 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我们自己的修行 我们要去调 我们要去变我们自己 人的年纪越大 能够改变的机会 时间 他就越来越少 所以如何让自己 在最后一口气 还没有喷出去之前 能够交出一个圆满的成绩单 那就是我们每一次聚在佛堂 开班的一个什么 一个重点之所在 那不要贪求神通 神通是一个智慧的开展 我们不灭无名 所有的神通都叫做旁门走道 旁门走道一个不留神 就进到魔道里面去 进到魔道 害了自己 也害了自己的九旋七族 那我们来看这个贪 贪在白法明文论里面 它是这样的定位 我对某一样东西 我喜欢长期尽力在那个情境当中 我舍不得离开 抽离我的眼睛 有这样的一样东西的存在 它就叫做 我们对那个东西有了贪念 所以我喜欢家里那温情的一个什么 一个所谓的包围 我舍不得家庭里面那个温暖 我舍不了 舍不得那个夫妻的恩爱 儿孙成欢西夏的天伦之乐 我舍不得我的这个名 舍不得我的利 舍不得我的财 这些都叫做贪 你看我们贪的东西有多少 我们睡觉 那个枕头的高度不一样 我们睡不着 我自己七月份下了两次南部 我到了两三点我都睡不着 我想奇怪呢 我在台北就一向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为什么会睡不着 一直觉得脖子这边好硬 后来警觉到枕头的高度高了 跟我平常睡眠的习惯不一样了 就这样子一个些微的改变 其实也不过就高了个几公分而已 你看它就让你彻夜辗转难眠 所以发觉到病因以后 起来把毯子折一个适合自己的高度 那就一觉到天亮 这个也叫做贪着 所以我们心里面如果没有天理良心在那边做主 发号施令 你还真的要走遍天下是很难的 你到哪儿都要带一个枕头吗 我曾经试着带了 结果我带了枕头 把我最重要的教科书给忘了 为什么 因为一个洗礼箱就占了一个枕头的位置 我就发愿我不要带了 太累了吧 我吃东西有我的饮食习惯 对不对 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外在的一个装扮 也有自己的一个模式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细细的去做分析 我们都认为我们自己不贪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 贪这个字 它实际的内涵是什么 某一样东西 某一个人情事故 让你陷溺在其中 久久难以忘怀 离开了它 你浑身不自在 都叫做贪 有贪一定有 有爱一定有欲 所以贪跟爱永远合在一起 六万多年来 张家男李家女舍身受身 无数次的生死轮回都没有离开 这个贪爱心的一个驱使 所以三界六道轮回 贪是一个最可怕的东西 你贪才会有无穷的欲望 所以古德讲一句话 他说身边无爱物 心中烦恼兮 在你生活的周围里面 没有那个你必欲得知而后快的东西 你里面的烦恼才会少 我们一切的烦恼不都是从这里来吗 生儿育女养家活口 然后在这么一路的人生的一个过程里面 所有的烦恼都是来自于当时一念的一个贪子 只是我们很少用心去回思这一段 啊有贪呢 有贪以后了没有 就影响到我们的根气 贪之一物会让我们看待外面所有的事情 你得不到正确的讯息 我们爱自己的子女 所以你走到哪里 看来看去 只有自己子女的长相 最符合我们的期待 什么意思 男的帅 女的美 我们就不会去镜子里面 看一看自己长得够不够帅 够不够美 我们就认为自己的孩子 是又帅又美 北方有一句话叫做 赖历头的儿子 自己的好 那个赖历头的就是臭头小孩 臭头小孩有没有 那个头上在流浓流血 光想到那个画面 就觉得不太什么 不太赏心悦目 可是为人父母的人 他根本看不见自己 儿女身上的缺点 所以只要孩子做错事 绝对是他物交损友 比右把他抓坏了 我们就没有想到 是不是我们的孩子 把人家的孩子给带坏了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 那你为什么对孩子有这么高的期待 因为那是女生的 所以人有贪爱之心 智慧不会现前 庄子在书里面讲 他说欲望多者 根气浅 根气浅就是谈 你在修行的路上 你的根基不够立啊 那假如贪对我们带来的伤害是如此之大 我要如何去把这个贪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呢 古德就教我们 欲清其爱 莫做什么 肚其境 也就是我对某一样东西 我有贪爱之心 在我还不能够完完全全良心做主之前 那跟这样东西有关的地方 我根本不要去碰 比如说 我爱不叫 如果我喜欢毒 那么跟毒有关的一些的玩乐设施 你不要去碰 免得他把你里面的那种 毒性有没有给带出来 比如说我们爱吃 你就少去电视上去看那些所谓的播报吃的一些的节目 比如我们爱敏 你对于那个流行的资讯 就不要去过于的什么 去期待去追求 这个叫做肚其境 所以你要能够真正肚其境 他也有两个方法 可以让我们在短时间收到具体的成效 第一个 持戒也就是严守四物 孔夫子讲的嘛 非礼物事 非礼物动 非礼物言 非礼物听 凡所有会刺激我人心蓬勃发展的那些地方 我都不要去 因为他会激发我的欲望 那第二个 我们在自己面对一个进来的时候 一定要提起观照的心 这个观照就是回光返照的意思 有的时候你一直用戒律来约束自己 你会生起一个不耐烦的感觉 我为什么要走修行这条路 让我自己好像绑手绑脚不得自在 回想起当初没有休息 没有这么多规矩的时候 哇我哪里不能去 我哪里不能坐 我什么话不敢说 这个就是我倒心在衰退的什么 一个警钟嘛 所以我们除了在持戒之外 你还要相对的 你要问问我自己 我现在知道此路不通 因为前方有什么 有刺激我欲望的东西的存在 所以我要绕道而行 然后当你绕道而行的当下的时候 你要回过头来告诉你自己 我为什么要被这个镜给刺激我 我明明知道它会带来危险 我为什么不能够把它看破跟放下 于是你在绕道而行 你就忘记了路途的一个遥远 你就沉溺在另外一个什么 心性提升的一个境界当中 你回过头来问自己 我一个修道人 我当初来道场的目的是什么 我是希望能够解决我的生死的问题 我是希望让我的心性能够开花 能够明亮 所以我为了要达到我最初的一个动机 我眼前所有为了修道 而必须做调整的一些的功夫 那是必备的 所以你要常常回过头来问 回过头来问的时候 你就不会被外面所带来的那些烦恼束缚 有没有 绑住了我们的道心 让那个道心 它就不能够去扩展它的势力范围 所以不能只是单纯实戒 单纯实戒是处于被动的情况之下 有一天你不耐烦了 你会想要去挣脱 你一定要让自己在持戒的时候 慢慢的透过意理的一个讯息 我对于眼前自己所做的一切 我甘之如意 因为我知道 我些微的眼前的牺牲 是后面有一个美好的结果 甚至是因为我的无名还在 我才称它为牺牲 有一天我习惯成自然了 那个叫做牺牲嘛 它也不叫做牺牲 它是你自信很本然的一个行为 会激发我们人心出来的 都叫做恶 所以检讨自己 不要只想 我今天没有说错话 没有做错事情 那个是说错做错 夜报就要承担了 你要问的是 我今天有没有想错 我那个念头起来 有没有伤害到我的良心本性 凡是妨害到我良心本性的 它就落到爱恶的一端 所以什么叫做食恶 什么叫做食善 何于良心本性的叫做食善 背于良心本性的 它叫做食恶 然后心是一切罪恶的冤手 没有信念的带动 你的肢体怎么会有后续的一些行为呢 所以情贼要情亡啊 念念不离开一个往内关照啊 你往内关照 你会得到两个答案 我现在常常在回头看 其实对外面的东西 贪爱之心真的就比较少了一点 我们不敢说没有 那没有的话那不就是阿罗汉了吗 我觉得相较于自己 跟在未学到 或者今年跟去年比 某一些东西 似乎放得更干净 某一样东西放得更干净 就开始找另外一样 自己还没有放下的 所以学到往里面不断的找自己的茶 找自己的茶 翻自己的旧账 那会让你慢慢的心性越来越圆明 如果去放眼外面去挑剔别人呢 那就会让我们的无名烦恼 寓意的一个严重了 其实外面没有任何一个东西 是跟我们相关联的 所谓万法皆空啊 缘起信空的意思 仗缘而起 缘灭则武 你有什么好贪恋的 惜恩子爱 那是由得你留恋的吗 舍不得自己的配偶 舍不得自己的家人 可是一口气不来 没有一个可以跟你长相厮守 那是过去生 有意无意拨下的种子 这一生才有人我之间的一个相遇 结了善缘 这一生就和和气气度过了 结了恶缘 这一生就会有很多的一些的人我的一个冲突 会让我们的生活觉得很困扰 那不论好跟坏 都不要在那个境里面迷失自己 好的 他终归是昙花一现 成为过去 重点在于不好的 我要怎么让他能够去解开 不要中未来的恶缘呢 越亲密的关系 他过去生 结的缘越深 因为结的缘越深 所以他牵动我们新的力量就越强 而跟自己越有关系的 那个我只有特强 他是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要处理跟自己越切身有关系的事情 反而要把那个我完完全全透过沉淀把它放下 所以现象界你看到的一切东西 你居住的环境 陪伴你的那些的人 你在物质上的一个享受 你看的这些的山川水色 它从哪里来 它是我们的心变现出来的 这个叫做一切法从心享生 那这一个空字就是我们的空性的意思 我们如果是道心做主 他变现出来的就是什么 就是四圣法界 我们是人心在抬头 他变现出来的就是六凡法界 如果这个人心恶念居多 他就是三恶道 所以所有你周遭的一切的环境 你遇到的人 你接触的事 你现在可以享用的物 都是我们自己的心变现的 所以如果我们好得比较多 坏得比较少 你要告诉自己 我怎么让自己会越来越好 如果我们遇到了一些困境 你不要怨 你要告诉自己 在我学习的这么多的道理里面 哪一个道理可以帮助我打开这个死结 所以一切的境 都是帮助我们练心的一个工具 你就不会在那个境界变化的时候 你迷失了你自己 这样的一个功夫 只要在日常生活里面 你养成习惯了 各位前嫌 所有境界风在吹动的时候 你不会问风从哪里来 你会问自己 我对于这一阵风 它激发我的想法是什么 那就有趣了 因为你每一天走到哪里 都带着你自己 所以你能做你自己的主人 你就会让你的心纯净无详 我们如果做不了我们自己的主人 我们就随着外面的境 跟着他们走 我们就变成境界的什么 一个奴才了 所以所谓的情在物在 情空悟空 那个情就是人心的一个作用 活着是你的 一口气不来 无一物 是可以跟我们长相厮守 你反反复复 不间断的往这个方向去思维 很多东西 自然而然 看后放下的能力 就会与日俱深了 当我们贪 贪不得会起称恨心 因为第二觉知是破私祸 私祸也无非就是贪称吃慢疑 这些都是我们老生常谈的话 可是问题听了那么久的道理 却因为落印的不够深 所以境界吹动的时候 还是依着本有的惯性在处理事情 这个称就是代表称恨 还有愤怒 眼前所有的境界 不符合我意想当中 我的预期我就会生怒 这个怒气一起来的时候 各位前嫌 你分不出是非好坏 所以古德讲 一念称心起 百万丈能开 那糟的是 我们又常常在道场 出入言习道理 我们不是没有良心 只是良心有妙 萌生作用总是慢了半拍 等事过境迁 开始沉淀情绪 细思一番 就开始觉得有那么一点坐立难爱 刚刚那个境界来 我为什么要生气 我不生气 他处理起来就简单顺手多了 可是这一个怒气一出去 发怒的时候很畅快 可是发出去 你就覆水难收了 所以称跟贪 还有吃并列为三毒 但是称所带来的伤害 远远大于贪 因为贪最少 还有一个正面的情况存在 比如说我们贪求 希望自己能够多行功 多了愿 多度众生 希望自己道理能够早早明白 或者去南部 南部道卿的精进超过你们想象了 我回过头来也想 有的时候我讲话也太过于 虽然直接 虽然是一个事实 可是却没有一个好的包装 伤人而不自觉 你看南部的道卿 对于那个在研究道理不懂的时候 反反复复的问 因为今年的道学讲座 是所谓的谈经的研究 那第七八品都是相当困难的 就反复在研究 他们说哎呀 什么时候我能够一看这个经文 我马上就会啊 对不对 我已经不断的在听 为什么老是记得不够多呢 我说慢慢再来 时间会还原事情的一个真相 只要你用了心 时间是不辜负人的 眼前看似好像没有多大的长进 经过一年半载回头去看 你已非昔日阿蒙了 所以就修道人而言 贪功虽然不是好事 但是最起码还有一个力争上游的心码 它叫做善法欲 可是称从来没有好 就说哎呀 我做怒面金刚 去视线去教诲别人 各位浅显 不要给自己有这么大的期许 您最好多学菩萨的一个柔软心 怒面金刚不是任何一般人可以做的 法律主他们可以啊 各尊佛菩萨做到 我们不行 因为什么 我们还有私心 我们的怒里面有自己的私意在里面 它就不是公心哦 不是公心你瑕疵还害公有没有 那个后果因果就担得很重了 所以脾气不好的人要调整 我发觉其实在我遇到的道青里面 还很少遇到脾气不好的 要讲脾气不好应该我是第一位 多半人都是笑脸隐忍 个性和和气气的 这个是相当可喜的一个现象 就我们这个所谓的戴德嘛 因为我了解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经书告诉我们 您起百千贪心 不起一称慧 是因为刚刚讲 贪心还有好的一面在里面 而称呢 称心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啊 修道人如果起称心 那你的智慧性 智慧完全不会开展 而且会因为称心 还会伤到别人 那我要如何解决 自己易怒的习惯呢 第一个 还是没有离开自我省察 但是要自我省察 有良好的成效 事先要不断的一个存养 所谓的存养 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 没事的时候 把自己曾经听过的道理 一条一条拿来 去反问我们自己 这个叫做存养 不要今天我听完了 我就放下来 下次再来我再听 然后我再放 这个听道理 听得很慢 放的速度很快 这就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你只要不断的用道理 在往里面去进化自己的时候 这个就叫做自我省察 其实这个就是第一宝的功能之所在 我们在往里面省察的过程 你会发觉 其实会激动我们的心 让我们勃然大怒 它的一个真正的关键 是所在 是我们的心量很狭小 我们见不得 别人比我们好 我们听不得 别人对我们的批评 我们容不下 一点点负面的东西 假如一整天 从眼睛打开开始 到我们晚上睡觉 我听到的都是 无数的赞美之词 我永远不嫌多 我不会觉得 哎呀我今天很浪费时间 你看走到哪里 别人都在赞美我 荣慰外喜干 我都没有什么增进 你不会有这种想法 可是假如你今天一开眼 你走出门 或者没走出门 家里面就有人 抛出善意的叮咛了 就来对我们有所讲评的时候 然后你出门 又听到别人讲了两句话 可能你一整天里面 也不过就听了 这么两句些微的语言 对我们有什么 有正面帮助 给我们建言的 可能我们就觉得一整天 哎呀太浪费我的时间 你的情绪都被这两件事情 给绑在那边 你只记得这个负面的东西 带给我内心的一个伤害 你其他的东西都看不到 那是为什么 其实那都是自己心量小 因为我很容易称恨 我容易发脾气 所以我就看我自己 看我自己为什么这么容易易怒 我在不断的所谓的 波斯的时候就发现 他真正的源头就是心量小 所以以后我就懂了 修忍入行其实扩大心量 心量不大你才有忍入嘛 如果心量越来越大 包天包地 泰山崩于前 你都不动于色 为什么 因为泰山就在你的心量当中啊 你看我们地球这样 不断的有地壳的变动啊 火山啊 海啸啊 对不对 天地何尝有动容 他闻风不动啊 他心让之广啊 所以我们如果 越些围的小事 都会让我们久久难以忘怀 他并不是外面带给我的伤害 有真的很剧烈很严重 不是 他是再再处处告诉我们 我自己的心量太小了 我让我们的自己的心量 像一个眼睛揉不尽 一粒沙一样 所以你走到哪里 你都好像碰到障碍物 所以最后你就会体会出一件 一个不变的一个作用 那真正所有的错 都是来自于自己 你心量小 那就是伤了你的良心本性嘛 因为我们的心量 本来就是什么 就像天地一样辽阔 所谓的心如太心一般嘛 何时让自己如此的沉沦而不自觉呢 那不是你自己的过吗 又不是别人叫我们有德侠心症的 所以你在每一个境里面这样去想 调整自己的速度就快 第三个 在调整的过程里面 难免还有难以控制的那种冲动 我怎么办 就念五字真言 就念一句五字真言 如果老人家喜欢脱口而出的话 你就念弥勒佛也可以 对于年纪越大的人 教他念弥勒佛就好 那如果记忆力还很完整 就叫他念拿摩弥勒佛 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他有一个恭敬心啊 可是人年纪越大 八十九十了 五字真言不能念出口 你说怎么教他呢 就念弥勒佛 他如果弥勒佛念不住呢 就寄功活佛 或者就把劳母两个字 一直挂在嘴巴里 都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就像王奉言许录里面讲 他教人在收心的时候 他教人家念 智义心生嘛 就那四个字 也就是让我们所有的心思 集中在某一样正面的事情上面 让我心无旁骛 他就达到收心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也不用坚持 于你我年轻而言 你要习惯于去念五字真言 因为我们还年轻 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念习惯了 会让他我们的自信 在那边自转法轮 不念自念 他就让我们的邪心妄想 他没有地方 可以脱身而出 他就不会影响到我们 那慢是什么 慢就是骄傲心的一个展现 觉得自己高于别人 我的能力比别人强 我的学识比别人高 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样样去 赢过别人 换句话说 就是别人都不如我了 有这样一个心态 就在我们的这个面色上面 就流露出了那种 不恭敬 还有轻蔑的态度 这个都叫做慢 那我们修行的目的 不是一路上都在告诉大家 要培养一个自我省察 自觉的一个能力吗 透过不断的觉察 然后达到觉悟的境界 可是当我们有一个高傲心的时候 所有的自省跟自觉的能力 他就渐渐的消失殆尽了 所以贪生是慢营 每一种私货 其实也可以称为结 什么叫结 结就是我们要捆绑 一样东西的时候 把它绑住的一个什么 一个方法 我们如果有骄傲之心 这个叫做慢结 这个慢结就是 把我们绑住了 绑住以后 我们就不能够得到解脱跟自在 这边就讲一个 灰姬大师跟道宣律师的故事 这个道宣律师刚刚一开始 后学就跟前贤分享过 他的来历了 他是一个很精进的人 他的戒律严谨 所以能够赶得 这个天人给他送饭 那有一次灰姬大师 灰姬大师就是玄奘法师的弟子 他要经过中南山 知道道宣律师在中南山里面 就是在那边住西 就是住在那个地方 于是灰姬法师就跟这个道宣律师 就约好哪一天要来跟他见面 要来跟他什么 彼此一个道学的琢磨 这原本是好事一桩 可是这个道宣律师他就心里在想 他说这个灰姬大师 一直在研究这些为事 所以学问这么渊博 到处受人准养 那可能他的戒律就不够严谨 他心里就这样想 他的经历论三丈好 可能他的戒律不够严谨 但他这时候刚好来我这边 要跟我见面 要彼此做一个道学的切磋琢磨 我就来视线 视线什么呢 因为我每一天没有到外面去化缘 天人会自动把这个午餐供养给我嘛 所以如果有天人来供养的时候 我就可以告诉灰姬大师啊 哎呀这个要戒律严谨有没有 才会感得人天供养 我就这样子旁敲侧击 也可以让这个灰姬大师有没有 不要只注重在讲经书法 是不是你这个自修的功夫也做得那么好啊 其实他的动机是良善的 我们也不要认为 哦他好像要彰显自己 他如果要彰显自己 那还叫做道戒律严谨吗 那不就是我慢心吗 他的动机绝对是良善 结果到了约定的那一天的时候 灰姬大师就上到中南山 道宣律师住的这个产房这边 而两个人交谈的过程 就相当的一个圆满 可是奇怪到了当天下午的时候 怎么也没有天人送饭过来 最后有没有这个灰姬大师 就说再见就离开了 到了第二天的时候 中午了天人又送饭过来 给这个道宣律师 道宣律师就问了 那你昨天为什么不送饭呢 对不对 咱们要等你送饭来 你不想饭 今天你送的是什么意思 他就问这个天人 你怎么昨天不送呢 那天人就跟他讲 我昨天也来了 但是我根本就进不来 他就因为有一个高僧有庙 他来到中南山了 所以有庙 满山遍野都是金甲的护法神有庙 我根本像我这种弃天神 根本就进不来呀 所以我才延迟的不能送过来 所以各位前行 什么意思 你道宣律师是天人供养 人家窥姬大师有庙 是菩萨来什么 来护法 所以窥姬大师的戒律会不严谨吗 这个道宣律师当下就忏悔 哎呀我是不是太骄傲了 他不愧是一个高僧啊 他立刻就觉得 哎呀我自己太骄傲了 他就升起了惭愧心啊 当然他不是骄傲 他只是好心要去点拨这个亏姬大师 可是没有想到 真正的高僧 从来就是戒律一定严谨的 有戒才有定 有劲才能够发挥嘛 所以我们在修这个惭愧心 就可以减轻自己的骄傲心啊 所以慢着 惭就是对于自己的德性 总觉得我不如别人多 一个人如果有惭心的时候 会让我们想要力争上游 不甘于划定自现 得少为主 这是惭心 所以惭跟愧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愧是什么意思 会是让我们 我对于自己刚刚的念头 刚刚的行为 我觉得错了 而今而后 我更为谨言盛行 我一肯一不留神 我又重蹈覆辙 一肯一肯一不留神 曾经讲过一句 他自我修行里面的一个要求 他说 很以惭愧水 喜敌谢待心 在二六时中 总觉得自己不如人 你看我们近代高僧 印光大师 他也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看所有众生都是菩萨 唯我一人是凡夫 而我们人之所以骄傲是 我看你们都是友情众生 唯我一人高高在上 德性圆满 所以我们看的角度 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 为什么会跟古德差的那么远 那就是我们修行 他难以去大幅跃进的原因 所以慢心要去掉 慢心去掉以后 你那个痴 痴就是对于道理不明白 其实会有各种无名的一个染污 他的根结之所在 就是在于我们没有正确的知见 没有正确的知见 对道理不明白 你就会有什么 有很多烦恼重生 所以吃他有另外一个意思 也就是一切烦恼的总称 也叫做吃 因为对道理不明白 所以也会有兼顾执着 所以吃也有执着的意思在里面 所以真正看破的人 他一定相对的 他就能放下 所以往往我们觉得 这个道理我明白了 那为什么我放不下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的 心口药合而为一啊 你没有真看破 没有真看破 只是当下的那个静 让我们觉得 哎呀 过去就放下好了 可是试过境迁呢 你又把它提起来了 人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就觉得 哎呀 这个世界 没有什么好留恋的 或者我们遇到挫折 可是等那个挫折 那个打击过去呢 这世界也没什么坏的嘛 有不 我们就是这样子啊 身体不好的时候 哎呀 我要好好修道 我要多行功 才能够消冤解液 身体一好的时候 他们已经做得蛮多的了 也不必急在一时 我们人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啊 人心 道心 佛魔交战 往往又是人心胜的什么 那个迎面比较大一点 所以才会修 三十年 四十年 那个道心始终没有办法 发出很强力的一个作用 它有很强力的作用 它就会在一切静里面 它不断地盯一米 看破跟放下 于是你就不会被被境界风 去带动我们的私货嘛 那我要如何破自己的吃 其实还是依三步离 依三步离之外 透过三步离 我们博学 审问 顺思 明辩 度行 这五步功夫缺一不可 你要把它减少为三步也可以啊 因为释迦牟尼佛讲三步嘛 文思修啊 那这个思闹就代表什么 代表审问 顺思 明辩 那不也一样吗 所以只有听是不够的 你要去明白 佛为什么这样说 你要去认识你自己 你为什么想的跟佛说的是不一样的 我们如果对道理明白的不够透彻 其实我们修道是岌岌可危 因为随时会半途而废 因为你觉悟不到修道所带来的好处 所以凡所有在修道路上 虎头蛇尾的人 各位浅贤 他的前提就是 他不了解修道对他带来的正面的注意有多大 因为不了解道心不坚固 就容易随波去逐流 而这样的一个不稳定的道心 就会让他未来生像无根的扶贫一样 于是这一生修道 修了多少未来生有一些福报 下一生把福报用完了 又回归到原路 到最后就连这个人生我们都保不住了 所以这是第二条 要跟各位前嫌分享的 那时间上已经差不多 我们剩下在下一堂课 再跟各位前嫌探讨 感谢天师的 谢谢各位请求 感谢天师的